大家好 我是Kami 欢迎来到《梦幻魔旗战》 手游M这一期的4S5 磁空法则 远程攻击时伤害减少50% 推荐英雄就是我们的主角团 好 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看吧 好 这一期要玩比较新花样 就是用波波Liana 好 要用我们的龙奥天 阿雷斯新真男人雷丁 好 龙奥天基本上 从四星开始就可以用了 不怕 最重要是用他的3C 来把敌人吸拐 还有我们的银器 没有银器的人可以用 Lian Naninanchely 或海蕾娜 不过用这些人物的话 就可能要等第二回合 才应该冲刺敌人 不过也不一定能够 那么容易解决白毛 所以这一期的首选 绝对是银器 好 首先 雷丁先过来发动个报 好 我们的银器就要来了 银器的天赋是周围 有敌人的情况下 会获得这个信仰 两圈内会获得信仰 而那个彼虎之间的效果是 如果当你发动后 你有这个信仰的能量 你能够再移动三格 而刚好这个弗雷塔 在它的两圈的范围内 所以我们可以移动三格 再发动骑士精神 然后直接来给白毛一个3C 因为这个时候的白毛 相当于比较脆弱 因为它是没有Buff的 然后打完了过后 我们就退后 这里也要一个小赌 就是白毛第一回 而是发动Buff 而不是攻击 好 阿雷丝发动3C 五位旋风 来咯 我们下来这里发动风雨 基本上你们可以看到 造成的伤害没有很大 不过伤害不是最大的重点 重点就是要能够把 下面这三个海南 一起聚集在一起 然后勃勃就可以过来 发动这个凋零 让他们都不能得到Buff 这是重点 好 然后利亚呢 再发动再动技能呢 我们来送他们一个黑洞 地震呢是要留 等下全部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 才用咯 所以要省这点 好 给了那么多Debuff 应该OK了 好 很好RNG 白毛上来发动Buff 也就代表我们下回 能够一波把它给带走了 所以阿雷丝就这样GG了 所以基本上 不管是四星五星六星都不要紧 好 最 不是最危险的 而是最浪费时间的人物 维拉九了 维拉九就 因为他有六到七条命 虽然真的是蛮麻烦的 好 这里最危险的 反而变成Pierro 因为Pierro是唯一一个 能够得到Buff的人物 好 这里波波就可以上来发动地震咯 送你Debuff送你Debuff送你Debuff 哈哈哈哈 减少你们的攻击 好 这里利安娜就要来奶了 因为雷丁也不是满血 所以直接跟敌人硬钢是有点危险的 嗯 还是发动胜了 不过在那之前先用银器 把白毛给解决咯 阿bish 好 解决了白毛就少了一个敌人 这样呢就事情好办得多咯 发动胜了 然后 奈曼雷丁 好 发动3C 基本上没有3C是不要紧的 可以用那个神卫就可以了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要得到那个神卫的技能 这个3C只是为了我们快点打败敌人 好 然后也这样呢 雷丁的那个专属武器的那个技能就发动了 所以我们可以死一次 不怕 好 走你维拉绝路 喝 嗯 嗯 这里呢会被Pierro呢打败一次 不过不怕 我们是真的人 我们还会再来一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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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呃雷丁刚才所谓的那个范围呢 是没有那个那个圣剑的能力了 所以刚刚的那个情况呢 比较不是那么那么好 好 这里呢 营七就来为团队出一份力 上来这里再发动这个圣剑吧 这样呢 那这次雷丁不要能够得到啊 呃全面的 那个守护能力 呀 这么说应该比较贴切 好 打维拉绝的脸 打一下啊 女人就该打坏男人 因为她有七条命 六条还是七条都不要紧 她的命就是多 呃利安娜呢 可以普通攻击Pierro吧 要是不要的话也可以打维拉绝啊 基本上 不过他们没注意那个造成的伤害也不是很高 好 这里呢我们雷丁就有办法解决这个Pierro了 因为我们是真男人 先打你一个威拉绝 看看我被强化的雷丁来吧 啊 GGPierro好了 就这样我们很快就要来到卫生了 就全部人一起GB他吧 好大家一起普通攻击 渣男打脸 好让波波来给予他最后致命的一击 恭喜Victory 恭喜各位玩家 好了我们就略过羁绊 因为不是等级9 就是满级了 我们就来看看 人物的装备咯 好基本上是真男人雷丁 最重要是先给他的专属武器 然后我个人喜欢那个镜面 剩的呢就是要提高他的防御和魔防了 好银器呢 最重要就是给他攻击还有高血量了 因为他身为是一个冲锋的人员 所以攻击是比较重要 阿里斯基本上也是给他尽可能 越高的攻击越好 然后最重要的能力就是 在这个CS5就是来牺牲他 发动玩3C就可以跟他说拜拜 波波给他一双鞋子 甚的就是提高魔防和debuff 然后这样就能够决绝对手了 然后最后是我们的Liana 给他高智力高奶量 这是最重要的 好了我们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记得关注点击闪脸哦 我是卡米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送你一个银器沙壁士 哈啰 哈啰